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9月15日 星期四 來到下午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齊了解一下 有專家建議是時候檢討疫苗通行證 嘉欣說疫情有機會已經到達頂峰 現在這一類防疫措施抗疫措施 的確對我們的經濟頗大影響 專家建議檢討一下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講 又問問各位意見究竟疫苗通行證打算用到何時 另必須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AM730的最新報道 專家梁子超就說估計疫情已經見頂 促清政府放寬社交措施和檢討疫苗通行證 報導機內文提到近日的疫情輕微下降 衛生防護中心只要再觀察幾天才能判斷疫情是否到頂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就表示 本港過去一個星期新冠病毒確診總數已經較前一個星期下跌超過一成 相信疫情已經見頂 認為是時候檢視疫苗通行證和外防輸入政策 梁子超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即使過去中秋節長假期市民有不同的社交活動 都只會短暫令疫情反彈 而近日醫療壓力有明顯改善 例如入院人數下跌至低於啟動第三級別應變 病床使用較明顯低於2500張 醫療警報能夠明確解除 他認為可能是一個適當的時機 政府可以考慮放寬疫苗通行證 以及一些外防輸入政策 令市民更加能夠和世界各地接軌 進一步恢復經濟、民生等等 來自AM730的最新報導 專家梁子超就說 是時候可以讓政府考慮放寬疫苗通行證 也檢討一下疫苗通行證的成效 家印大家知道 現在的最新狀態就是拿著疫苗通行證 才能夠去到一些餐廳、食肆 或者進入各大地方 兼且有紅黃馬 不時聽到無端無端有些人 藍馬轉成紅馬 家印的康復者 安心出行程式未能識別他早期打了兩針 近日踢爆了 原來8月中的時間有內地旅客拿著一個都不用打針 又沒有豁免的情況下 一樣拿到臨時疫苗通 四周去 還去迪士尼 於是乎不少網友給意見 就說不如一視同仁 既然他都可以不用打針 不如全港都不用拿這個疫苗通行證 進入各大廚所 燃油在意 剛剛到今天 新鮮滾熱納專家梁子超認為 是時候要檢討疫苗通行證 介入況者說 無論如何都好 要有個復償的時間表 讓大家知道 用疫苗通行證要用到何時 你說一個月也是時間 半年也是時間 用到年底也是時間 若然有一個宣布 在說希望年底前能夠解除疫苗通行證 大家不用再刷手機 入食股的話 不知道大家又贊不贊成 因為在說 其實這類防疫政策 隨著疫情發展 的確要適時檢討 希望減低大家的不便 亦希望扶持經濟一把 近期經濟非常頑 現在估計多達8000間食股被追租 王家和就說明 估計有2000間食股左右會倒閉 在說家欣在過去幾個月 那些租金積賣積賣 一獲過一炮過這樣交租 很多食股店舖都吃不笑 不知道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若然制定一個時間表 路線圖 讓大家知道何時能夠回復生活的正常 大家又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大家聊聊天 另一章也跟進一下近期的治安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去年一個月之內發生兩宗綁架案 綁匪光天化日之下在貝沙灣 是老酒少主和外傭 另外太達幣商人遭到 索金3000萬元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本說去年曾經一個月之內發生兩宗綁架案 兩岸警方都偵破到肉心獲狗 其中綁匪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貝沙灣附近的域多里街道上 就把少主和他的外傭一起露上車 再壓到百香大窩村一個貨櫃禁錮一岸 軍動一時 涉安的外傭機警 趁著綁匪離開過後 爬上貨櫃頂枯架 驚動附近的村民 最終主捕兩人都安全獲救 另外太達幣的綁架案 就發生在2021年 11月6日一名39歲男子的家屬報案 指市主當日和人商約在牛頭角區 交收虛擬貨幣期間 懷疑被人用武器襲擊過後綁架 並被壓到大埔南坑村一間鐵皮屋禁錮 綁匪曾經要求市主交屬交出3000萬元的贖金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人員在同月10日接手調查案件 同月12日受傷事主在鐵皮屋的窗裡成功逃出 事後被送往醫院治理 同月12日至14日警方分別在大埔區、上水區、長沙橫區、觀塘區 以涉嫌綁架和串謀綁架拘了13個人 有這一陣的回顧 佳英今天發生綁架案 不過今次的肉心就沒那麼幸運 是被施票 情況就是據了解仍然在調查當中 亦都說那個涉事的事主是食市的東主 據了解是10日之前被綁架 到日前終於有消息 抓到人兼且知道這個事主已經被施票 情況仍然有待調查當中 另一則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化學專家K.Kong快測陽性 自認衰了喉嚨痕沒有發燒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 本港疫情持續 每日至少有超過1000人確診 人稱Dr.K.Kong的化學專家康士山 在今天9月15號 亦都確診新冠肺炎 康士山在社交網站Facebook發帖文 並上傳快速測試的照片 顯示呈現兩條線 即是陽性 他的帖文自稱 衰了沒有燒 只是喉嚨痕 大批網友在帖文之下留言 祝福康士山早日康復 有人表示不要緊 有神針護體 亦都有人回應 他未打齊30針 所以中了 在這裏希望Kongsir 盡快康復 講的是Kongsir 在過去會很幫忙給一些意見 無論是各大一些 有關化學上的專業知識 他都是非常幫忙 結果今天快測陽性 他的自驟是衰了 網友就嘲諷 說笑而已 因為未打齊30針 所以中了招 另邊相同 各位網友講講這隻怪物 根據HK01的報道 食月餅咬到3cm的羅斯咬斌兩隻牙 吃飯都覺得酸痛 男子報一個情況更加恐怖 話說這件事發生在內地的報道內民提到 內地媒體報道事發在上星期日 9月11號河南駐馬店一名男子 進食月餅的時間 突然咬到一塊硬物 他初時以為自己是咬到月餅裡面的冰糖 還連續咬了幾口 令到上下兩隻牙齒都崩了 其後才發現內裡原來是一顆羅斯 受害男子表示月餅是中秋節親戚送過來 大家都沒想過會發生這樣的事 兩隻牙齒現在都有點鬆 這幾天一直都有點酸痛 都不敢吃硬物 醫院後來開了止痛藥過他 他還說笑 就說羅斯姆都未找到 擔心吃到羅斯姆 他曾經多次致電月餅生產商投訴 直至昨天9月13號才聯絡到生產商員工 就說會上報事件 後來再聯絡他並提出一千元賠償 但就沒有解釋為什麼會出現羅斯 因此他已經向消費者投訴熱線舉報 那個生產商回覆媒體查詳時表示 已經關注到這件事正在核實相關情況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尤其是內地的奇聞怪事日日都有 吃月餅吃下吃下 吃一顆這麼大的螺絲 兼且咬崩了兩隻牙 兼且那個螺絲帽不知道去了哪 男人就自嘲 不知道是否自己吞了螺絲帽 或者想起都得人害怕 但是說著 防疫食物的安全 沒理由賠一千元就搞定吧 據了解事件仍然在調查當中 我是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